好 這一節的產業消息 我們來關心近期 這個中西方對決 蘋果的iPhone16亮相 當然對決就是大家在關心的 這個華為三折機 正式的兩家都在對決發表產品 華為的是Mac XC的非凡大師 都是機皇 但是美國媒體現在呢 是怎麼回事呢 最近有一些很奇怪的報導 我們先來看看CNBC怎麼說 來自CNBC的亞洲財經論壇 請來了澳本海莫星星技術高級分析師 他做了一個評估 他說華為在去年推出Mate60系列之後 他搭載的是當時是7奈米晶片 但是他這一次推了三折機 Mate XT的晶片取得重大突破 他卻沒有這麼說有什麼重大的突破 這樣一個言論出來之後 被專家還有民眾就開始酸了 他說你美國媒體是不是有抓錯重點 因為這次華為的強項 應該是要放在三折機 他的技術工藝的革新上面 就像是你蘋果當初是怎麼樣演進的呢 蘋果當時的第一代iPhone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是沒有的 包括他沒有他的指紋辨識功能 Touch ID啊 沒有全球定位導航 甚至是這些什麼數位指南 真氣壓器等等 但是重點就是當時他帶來了這種使用上的革命 我可以把電腦整個很輕鬆的 就放進我的口袋裡面 同樣的他們認為說華為這次的三折機 作為全球首支的三折機應該也是說徹底結合了平板跟手機 的這種技術性的創新 那我們就來討論了 為什麼美國媒體會想要幫蘋果說話 卻擺錯重點 把重點都放在所謂的先進晶片了呢 蘋果也可能來拼三折機市場嗎 有沒有這可能性 我們請蔡委員來幫我們看 我們在評估這些產品喔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式 叫做Style and Substance 風格與實質 什麼叫風格啦 就是你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接觸得到的 這種產品上面的性質功能 氣氛等等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Style 什麼叫Style 所以你看不到的 哇運算速度啦 幾奈米啊 我不相信有人可以看得到幾奈米 所以我們來看喔 這個Martin Young是一個 蠻有名的一個分析師 他講得沒錯啊 他說 哎呀我這個iPhone 16 告訴你規格 Substance是什麼 幾奈米 還有這個什麼Apple Intelligence 哇講了一大堆 等等 好啦 這是消費者要的嗎 這個現在很現實的問題是 這是消費者要的嗎 因為你在講說 哎呀我現在新機型有幾種顏色 有沒有搞錯啊 這種Style的介紹顯然就輸掉了 因為現在大家買手機都會自己去買殼 殼的花樣比手機的花樣還要多 他顯然根本搞不清楚消費者到底 對這個殼的這種Style的理解是什麼 那你現在沒有錯啦 你說批評說 欸華為怎麼沒有講他的規格啊 他的技術檔次啊 他忘了 華為這一次的宣傳公式 根本不是在告訴你的規格內容是什麼 因為他覺得這一次的宣傳重點 行銷的力量應該在Style over Substance 他把它當作高級奢侈品在賣 有人會去管香料裡面是什麼東西嗎 什麼材質嗎 不會耶 這個是一個行銷 大家什麼時候會開始講這個東西呢 在出貨之後他們會開始講 講我的規格 我的什麼東西 那可是這一次 他能夠在Style方面 風格上面突破 這也是一種技術突破 不要忘記 風格突破是設計技術的突破 製造技術的突破 我要舉幾個例子 這種啊 兩則的鞠鏈喔 我想在這之前喔 怎麼做大家都做不好 那好像這個大陸上有幾款 什麼小米啊 開始做得不錯啦 可是三星的做得也還可以啊 美國沒有一款敢做這種鞠鏈 製造鞠鏈是一個很高檔的技術 你不覺得製造鞠鏈是一個很簡單的技術 為什麼 你就做不好 第二個 你兩則三則最大的困難是嗎 你要能夠保 如果不保的話 那我乾脆帶iPad 一個平板電腦出來就好了 我幹嘛去買你這個東西 所以完全是針對消費者 就是我要手機要保 可是保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裡面呢 最難保的就是電池很難保 因為你那個晶片什麼幾奈米 怎麼做都做出來 沒有人會把電池做成幾奈米嘛 所以你電池要保到一定程度 一定要有很高檔的電池製造商 跟你配合你的設計 而且電池是不能折的 所以你必須整個分配的設計 是一個很麻煩的很複雜的功能 再來 只要有折有鞠鏈 你的防水功能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你那個鞠鏈中間就是一個漏洞的地方 那現在問題 它怎麼克服的 它能夠克服防水 克服折疊 然後要克服厚度 還要克服裡面的電池 它的散熱等等 這種看不到的地方去配合它的Style 所以它沒有講說我晶片是什麼 為什麼 我要去計較晶片幹嘛 我要計較它有沒有智慧幹嘛 因為我要的就是我一個iPad 一個平板電腦 我可以折一折放在口袋帶出去 隨時展開來我就可以使用 我要的是這個功能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高級的創新 高級的創新 它的剛推出的價格都會很高 所以你看為什麼消費者豐油 想要去買這個東西 那好啦 那你這個分析師說我裡面的晶片是幾奈米 我坦白跟各位講 這個對有一些工程師 10奈米以下或每一個都很重要很重要 對消費者來講 到了10奈米以下真的是沒有感覺 他就忽略到這一點 為什麼 因為手機在高檔 大部分人都沒有充分利用手機 除非你是那種所謂的電腦 電競高手 才會用到那種 舉個例子我們每次看汽車在宣傳說 0到100公里的時速 我要0點幾秒 我心裡想我要是幹嘛 跟消費者有很大的落差嘛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他的分析講錯重點 他因為畢竟手機還是一種消費品 而且是大量的消費品 所以他要去從消費者角度來看問題 不能從工程師角度來看問題 因為他分析師是在分析股價用的 所以一分析這樣能夠讓蘋果股價上漲 不會的啦 好所以如果我們以消費市場的角度來說 確實這個華為這次的三折 是定位在比較高級的奢侈品上面 價格也真的是很貴喔 這換算台幣要10萬元 快要10萬元左右 那也就跟大陸自己的品牌還有 你還沒有講黑牛 黃牛價格 黃牛價格更高沒錯 做跳起來都是3萬人民幣以上到16萬喔 這非常的高 那除了跟大陸品牌做區隔之外 也跟三星的評價款 Galaxy Z Flip系列來做出一些區隔 那剛剛委員其實有特別提到 他的這個技術的困難度 提到了這個他的鞋鏈 好根據了解這個鞋鏈 如果你是一個的話 一個對內對外的鞋鏈 他的良率是90 但是你到兩個的時候 你的鞋鏈的這個良率 就會突然間只剩下80%左右 所以技術上確實來說 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我們剛剛說了 他的技術很創新 非常的困難 挑戰市場 但是會不會他的價格太高 市場能夠接受嗎 鄭蘭哥怎麼看 我想這個人是這樣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只求溫飽 等你的錢多了以後 你就要考慮到就是說 你的地位你的名望 你考的價錢還要考的價值 就華為就這樣 華為今年上半年 收益四千多億 把全世界都嚇倒了 因為他又回到了 他當初苦了那麼多年了 苦了那麼多年 他最後又分了四千多億 然後他這個發展 所以他第一個感覺 他現在要賺的是他的名 他的地位 他的這個手機中的一個地位 所以他這一次做這個 你不要看他光是這個一個折 他那個上面那個鏡頭 那旁邊是手工的 他要典雅 八角鏡頭 他就典雅 所以他就什麼 中國加工進步到中國製造 中國製造到中國精製 中國精製到中國頂尖高雅的製造 這是他的一個 這是任正非他們這個企業 也不是他一個人 一個人搞不起來 他們華為好像被打 越打越勇 他們是有 他們也是這樣 所以他這個情況就來的 當然就是說 他不要說中國人做的東西 都是白菜價 我也可以跟你 就像你這個歐洲皇室的價格 我也可以出來 這是什麼 這是真一個面子 而且也有一點在報復 你們當時怎麼整我呢 現在我熬出來了 也有點 也有點這個 當然你要維持這個氣勢的話 你還是要這個不斷努力 不斷進步了 那剛剛這個蔡委員說 這個消費者是不會在乎這個幾奈米晶片 但是生產者很在乎 可以告訴你 去年這個MAT60出來的時候 美國日本的專家把整個拆整個弄 最後他們這句話 通通是中國的 沒有一樣是美國的技術 是美國的東西 完全是中國的 所以這個就已經讓他們那個 就是說這個 那當然他還有一個很好的情形 就中國大陸不管說現在經濟也在哀哀叫了 不過他是哀哀叫 他還是吃得不錯在叫 所以你就看買這個嘛 你就看他那個旅遊嘛 對不對 還是就是他的消費力量 還是你就想這個人民幣 你說這個人民幣一個揪揪 你和美金也是兩圈多塊 美國人一百塊美金就很痛苦了 現在很多一般的民眾 對不對 所以他的中產階級 也是他後來的一個力量 當然他自己的努力 加上整個國家的力量 這是他今天可以跟人家這個 恰了 一個本錢 是手機的價格高 其實也跟這個 他自己的成本很高有關係 華為的中端BG總事長余辰東 他就說了這個手機現在成本高 但是如果之後良率提升的話 這個價格是有機會降下來的 剛剛不是提到了黃牛價嗎 坐地價人民幣3萬到16萬元不等 非常驚人 都已經喊成這樣子了 我們請預防委員來幫我們看 這個預購數 現在已經突破500萬了 非常誇張 能不能化為實際的購買量 需要克服什麼難關嗎 我認為這裡面其實很多人是 有民主主義的情緒在買 比如說你在美國這樣打壓法委 打壓到這樣一個程度 所以他們覺得說我們要支持他 我現在有不少人是這樣子 愛國人士 就像我們那時候買這個 HTC 對 我在立法院的時候我用HTC 我會要求助理全部都用HTC 那這個就是一種驕傲感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長期來看 第一個還是口碑 要靠口碑 人家愛國沒有錯 那你想 愛國如果也不能讓他用得很不自在 用得不喜歡 完全是為了愛國買你的東西 這也很難 用不久 撐不久了 所以口碑最重要 如果你的性能最後證明不錯的話 我告訴你買了你覺得臉上有光彩 如果你的性能不行 你要買你只是為了愛國 臉上的亮度會比較淡 那當然這個我是不曉得 有人已經亮給我看了 我那真的是看起來是很漂亮 三者是很嚇人的 當然我要講 但是長期來看 除了第一個你的性能要好 大家對你口碑不錯的話 不錯以外 或有價錢 剛剛大家講說白菜價什麼什麼這樣子 當然不可能是白菜價嘛 這個成本太高嘛 但是如果你的價格 讓消費者 比較低端的消費者也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想它在市場上受歡迎的程度 就會真的會大非常多 譬如說我們講Royce跟那個Benz嘛 Royce大家都是認為是頂端的車子嘛 可是請問你一年你可以賣幾輛 你賣得非常貴 但是請問你可以賣幾輛嘛 可是Benz呢 彭池呢 Benz呢 它又好 而且買了的又多 它絕對它每一年的生產的那種業績 遠遠超過Royce嘛 所以就一樣 所以華為這個手機我想 它最終是希望做Benz 而不是Royce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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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